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战果 这么多 这么一大堆 然后其实很多人这样羹都不要剪 羹不剪的 有的很弱的羹不要剪 但是羹都剪了 大都剪算了 摘着摘半天 要看清楚 有的假的不是的 要贴就要跳出来 是 他也有一两颗可能不是的 但是我们可能我们猜的可能大部分的不是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战果 这是我们去采那个季菜 这个是昨天我们采的 采的这一盆子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这一盆子 跟这一盆子 现在是洗干净的 准备用开水烫一下 看一下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 没事 肯定是吃不完那么多 还不少的 这个好多斤十几斤 有 起码有十几斤 今天扒了很多 今天是我跟我姐 我妈我们三个人扒了这些 这个是昨天我跟我姐扒的 扒了这些 好 三盆子 明天包地菜饺子吃 起大锅今天停电 今天停电了没办法弄 大锅烫 大锅烫还更好烫 柴火灶 柴火灶 没有电灯 我们开的开的展观灯 去拆下锅烫一下 去拆下锅烫 仆彩烫 这个开花的都是花 这个 这么老 拆下拆下 这花不要 花很老 你看 拉很老 对啊 拆着就没有 那我来放在冷水里面 浇一下 然后再捏起来 好 就可以 毛冻楼面一张大手一摔一大把 看还不少的 这我们两天的成果 昨天今天两天的 不少了 挺多的 他也肯定吃不完 这都要用两三四 这里两三团都够 对 这两三团就够 这要去买也不少钱 你以为 这有多少斤 十几斤 起码要十几斤 不止 你以为我们昨天那个有没有有没有二十斤 没有没有 这个很不重 那十几斤有呢 十斤是有 昨天跟今天两个加起来才十斤 一斤五六块 十斤五六十 七八块 买不到这么好的 我们这个野生的 很香 鸡菜味道很重 去买的就没这么好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飘雪 明天就回美国了 然后今天我们家人聚餐在这里包饺子吃 昨天我们不是去挖的那个鸡菜吗 然后鸡菜饺子 然后做了两种线 一个是鸡菜猪肉饺子 一个是韭菜鸡蛋饺子 有的人他不爱吃鸡菜 所以我们包了两种 大家都在忙 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少人在里面包 擀皮的擀皮 包饺子的包饺子 然后这一走可能要半年再回来了 打算是明年再回来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现在反正 至少可能要待个半年 等半年以后再回来 好好出去搬砖 砖多搬一点回来花 看这是鸡蛋虾皮 就虾米嘛 虾米鸡蛋韭菜 这是我们三种饺子 包的不小 大个 这韭菜的包大一点 因为馅子很散 好包 这个是猪肉季菜的 还不少的 这馅子不少 馅子不少 是 我快包 我帮忙包了 有啥桌子 鸡蛋 鸡爪 都在里面 饺子开锅了 火菜 鸡蛋 这个视频搞出鸡蛋 罗明家里面的大姑 彩火灶 彩火灶 全火 我们生全火的 彩火灶 我们生全火的 彩火灶 这家的饺子 熟了吗 熟了 這能量 哇 我怕这熟的 不然太久 太久给你微博 是 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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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 太久了 好大个 煮不下 煮起来更大 盘子呢 盘子装一点呢 换了一个 盘子